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- 慢慢地發抖 欸欸欸 我不是說那個啦 我說的是這款新遊戲叫做殭屍八下去 它是iPad的體感遊戲喔 誰說只有XBOX跟PS3才有體感遊戲呢 現在iPad也推出囉 只要透過前面這個鏡頭啊 你看 這樣揮揮就可以玩囉 那該怎麼玩呢 讓童童示範給大家看吧 欸 我死掉了 再衝戲一次 我們看這個殭屍是不是很可愛呢 欸 上帝說 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臉 你用一點要給它打下去 這樣才會平衡嘛 所以就不用客氣 儘管對這些殭屍 啊 等一下 有蝙蝠 這些蝙蝠會很快的衝出來 所以一定要很快的就是在這裡揮動喔 像這樣 唉唷 遇到村民 啊 我不小心趕下去了 遇到村民的時候不可以打 不然會扣血喔 看我的 有時候 唉唷 又是村民 啊 我又打到它了 它會掉一些眼珠之類的東西 好噁心喔 不過還是很可愛 呵呵 唉唷 唉唷 當它丟這些樹枝跟眼珠的時候呢 你也要記得把它揮走喔 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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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因為手很痠的話啊 你也可以這樣一根手指頭 欸 等一下 它是村民 一根手指頭這樣輕輕一揮 只要在鏡頭前面呢 它都可以感應得到 嗯? 我怎麼不小心又打到 噢 對了 剛好提醒大家 如果呢 你玩得很激動的話呢 千萬不要離你的iPad太近喔 不然不小心把iPad打飛出去 就不關我的事囉 欸? 怎麼又死掉啊 再來呢 跟大家介紹一下 商店有什麼東西吧 點這個進去 第一個呢 是護士 它可以幫你補血喔 再來呢 是像這個 這個是補血包 有一包跟三包 當然在前面會有所不同囉 再來最好的是這個 因為像通常啊 三顆愛心很快就會用完了 那它最多可以幫你補到七顆愛心喔 只是 嗯 價錢比起來就算高一點囉 另外呢 還有很多的僵屍系列 很可愛喔 然後啊 還有這個 這個是武器系列 它之後會再推出喔 你可以編換各種不同的武器打僵屍 最後呢 是情境 也是之後會推出喔 大家不要亂來參考看看喔 這款遊戲呢 這款遊戲呢 比較可惜的一點 是它現在只支援iPad 希望以後呢 可以支援iPhone或Android系統 這樣子呢 用手機也可以玩啦 啊 對了 忘記告訴大家 這個遊戲呢 也是台灣團隊所製作的喔 希望大家可以下載下來 給他們支持鼓勵一下喔 還喜歡彤彤今天的介紹嗎 希望大家可以到 ATP01的網站上面留言給我喔 大家再見 好